我在上次談能源政策的時候 同樣的提出剛剛柯文哲主席 問耐清德主席的話 要不要再左揮核家園 到底揮核家園 你面對的態度 要不要用核電 要鼓鼓清澈嘛 你今天都說不清澈 但是你今天說一個重點 我也說一下 到底我有沒有聽錯 我不知道 它核能機組不能停 核能機組不能停 我有沒有聽錯 如果你核能機組 你不想停 是不是要核一核二核三要研議 你就說清楚 你如果是要走 用核電 你就把2025揮核家園 這是錯誤的政策 對前面來講 揮一個系列 尤其你剛剛講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是以核減煤 以綠永續 我記得你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你問過 有乾淨的煤 我聽不懂 我們對我那個乾淨的煤 結果我們現在的肺腺 是全台灣癌症的排第一名 是不是那時候不想去把煤減掉 所以才有乾淨的煤這個名稱出來 這又傷我們國人的健康 尤其你剛剛談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的靜靈轉型怎麼做到 我記得你們中央規劃2030 你們要減碳24% 25% 你們要減碳24% 25% 現在呢 我看 人家別國2030都減到40%到45% 都差了差那麼長 你現在追趕都來不及了 而且你的整個政策 跟國際的整個潮流是背道而馳 你那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 也說得這麼清楚啊 2050有很多的先進國家 要用三倍的核電呢 我也覺得不知道 你要不要再轉個彎嘛 太多轉彎 我覺得這個太重要了 不是我們經濟產業喔 也關系我們的國家安全喔 所以這必須要告個清楚 剛才柯主席在說 我的甘肅儲存潮 為什麼不要趕快讓他們過 我特別解釋一下 我在新北市做這麼久 我是核安監督委員會的指導委員 因為室外的甘肅儲存潮 剛才放在山坡的旁邊 有一天我現在下大海去看的時候 山坡整個倒塌 高下電塔整個倒塌 那個沒丟在甘肅儲存潮 就連在前華西 整個台灣海峽的海域 都去掉了 所以我要求他們結構要做好 一定要更強度的結構安全 沒有和安 我們將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要求中央要正好 結果中央遲遲不改嘛 雖然他來送請司法 待會去判決嘛 司法待會去判決出來 我都尊重 但是你去買 把他的整個結構做好 別用擔心嘛 所以我要解釋一下 剛才在說 那次是在說投資投資 好像我們台灣的經濟 我們蓬勃發展 情勢成長很大 其實沒有啊 所有的獲利 就像你們消防總統說的 有很多人不會因為有投資的成長的獲利 而得到照顧 沒有啊 所以十年的痛苦指數這麼高 貧富差距6.15倍 十四年的經濟成長率最低 你要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告我今天告的事情 我最重視女性在各行各業蓬勃發展 因為女性撐起了半片殿 尤其在我們家也有四個女性 我都謝謝他們給我很多的幫忙 尤其我從事公職以來 我看到很好的女性夥伴們 告我告白 閉著新北市的溫載進 五股垃圾山 都是女性打前鋒 用溫柔間諜的方式 讓這兩個案子順利完成 結果呢 你的藍鐵冬魚 我溫載進跳四清二百十七個工場 沒有人抗爭 你藍鐵冬魚三百幾乎 大家跟你拚命 你就不會用女性嘛 尤其我重視兩性平權 所以一個國家重大的領導人 要好好的在性別平靜上 善用擬力 所以我在這裡提出 我對擬力的幾個政見 好康負擬力 負擬更有力 所以我提了三個政策 第一個提高女性治理的比例 第二個擴大婦幼健康照顧 第三個減輕家庭照顧的壓力 第一個 女性的治理比例要提高 我在新北市做的時候 我都是保三充施 在女性格的三文字 看得更高 這是我的目標 我要達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中的實現性別平等 以及女性負權 所以我新北市 如果小內閣三分之一 我也再繼續 不然卡在中央有一些 單位所謂是中央要指派過來 我沒有辦法 不然我早就超過三分 是快超過比三分之一還更多 我們已經超過三了 還比三分之一還更多 好 我也推動公司部門 以及公司企業 還有社團 董監事要超過三分之一 現在如何如土在做 我要請問那位主席 你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女性格約的比例多少 12% 你擔任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女性的級數所長多少 兩聲 不夠 柯恩哲主席擔任台北市長的犧牲 女性的格言也是四分之一 所以蔡英文總統是為女性 您的搭檔也是女性 所以未來說 你的女性格言要高到三分之一 我看是很難做到高 真的 以前都沒想到 現在拚總統 還要來效果女性 所以這些不但沒有照顧好 尤其在兩性平前裡面 民進黨 這幾年你看 發生了十多件的性騷擾案 更不用說 這裡面還有很多貪污腐敗 喜好才是的案件爆發 緋聞醜聞有夠多 那民進黨婦女部 性不平等的部門 都沒說話 黨點點嗎 真的點點嗎 所以有時候 人民在問在傳 都說民進黨 已經被民間形成為一個桃花黨 這是民間說的 如果賴清德先生 你如果覺得這是美德 這是人 想要給他當作美德看 這特地不是的 我當選 一定全力落實性騷擾防治 嚴格要求的關聯的道德標準 才跟社 是我最重視的大紀律 我絕對零容忍 所以這是我最重要的 第二個 我在擴大整個健康生意照顧裡面 民進黨執政這便宜 醫療環境不好 少主要多元 你要啦 但是照顧護佑是我們的職業 我會補助動染生意30到40歲 女性有兩萬年一次的動染補助 然後五年 每年提供兩千年的保存費用 是撥走三萬 而且會擴大兒童疫苗 基金的補助 然後提供全方位母嬰的 親善健康跟照顧 尤其入癌免費篩檢 要降到40歲的腳 那一年裡面有三天 不病日病假的生理假 我會改成六天 病到病假裡面 不計算 不計算病假裡面 第三個 減輕照顧的壓力 因為在家庭的照顧上 其實要兩性要共同分擔 但是衛福部也統計嘛 家庭照顧的責任 有六成都落在女性的身上 那四成 女性因為要做家庭照顧 所以她必須要離職 其實對女性來說 這是很不公平 政府在這個部分 要提出好的政策 所以我上次說要廢止 80歲以上的80量表 長者可以申請看護 你也對著做 提高育嬰留職的津貼 本來是八成的投保薪資 現在我的錢薪 讓大家可以當 投保的錢薪的薪資都領得對 生第三胎 我一定要給她一生一次的百萬金生 我們可以當購屋 租屋的補貼 這個家庭大家都很喜歡嘛 另外六到十二歲 國歌給你國 國歌來照顧 所以我推動公立國小客戶 全面免費人事倍增的客戶照顧嘛 尤其用委外的方式找優秀的業者 在多元體能的開班 可以減輕老實的負擔 最好公立非應立只能公共化的 脫英脫育幼兒園 遺利免業衛 遺利免業衛 遺利家庭我保你一萬 給大家加生加幼嘛 最好擬立是我們國家的關鍵競爭力 國家有責任讓每一個人 都能視性發展 讓教育跟工作平潛 都可以好好的落實 所以在這裡 特別向台灣的女性致敬 那天我看到陳氏吉阿嬤 我真感動 他很艱苦 但是他欠很多公立 幫助學生 他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讓世界看得到 台灣平原小的中 最為大家的努力就是陳氏吉 我先判斷你 我先判斷你